今天,这是第二个天我在台北了 我们来吃这个,又是西式早点啊 Sandwich 也就是个三美金吧,不到 三美金不到一点点 今天早上呢,因为那个店人实在太多 要等半个小时 所以我们改送去这里买这个早点吃啊 我今天呢,买了一个Sandwich 三明治 我还买了一个 这个,丹麦的这个奶油卷啊 基本上感觉就是在日本 这些全部都是日本的感觉 到了台北,已经是第二天了 头天晚上吃的是 虽然是台湾的食品 但是那个风格完全就是 日本的那种定食 我们叫天学鱼 第二天早上,也是昨天早上 我们吃的是日式的早餐 这个Sandwich 叫Drink 那么中午呢,我们吃了Mossberg 这也是日本的 昨天晚上碰到了新的朋友 但我呢,一定要请我吃 Sauce 台湾的Sauce 到台湾吃日本的Sauce 所以呢,最后呢,他把我领到 这个101高级咖啡厅的时候 我甚至想要一份空心菜 他开玩笑,我说 哎,来份空心菜吧 一天没有吃蔬菜啊 我是每天早上都要做那种事情的 但是今天早上,什么都没有 到现在为止,什么都出不来啊 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又是吃日式的早餐 也就是说到台北,来了两天 全部是日式 感觉就是在日本 你就从这种地方来看哦 你就从这种地方来看哦 这基本上就是日本 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这种大街小巷啊 都是日本的感觉 那么现在,我是在台师大的这个正门里面啊 这就是台师大 这才是现在的官方的称呼 这才是现在的官方的称呼 叫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大 我演讲是很大的 在当时,美国大概也 就是说,对 就是说,对台湾的政治影响很大 国际的 国际 利用台湾农委会的这种农业技术发展 去支援非洲啊 菲律宾啊 各个国家 以赢得亚洲啊 以赢得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 对对 OK OK 所以特别是在初期 一直到1970年代 那时候已经 OK 在这个中华民国初期 就是他的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初期啊 这个农业部啊 对这个台湾的,也就是中华民国的政治 起着非同小可的 啊 重大的作用 那个 啊 美国新闻 新闻处 这就是正式的一个2228纪念馆 在这里 那边到底哪边比较正式 我就不知道 但是两边有两个纪念馆 有一个好像像个公园一样 我记得那个我去过一次 那么这个呢也是2228纪念馆 啊 我们可以进去看看 不知道开没开门 嗯 Memorial National 228 Memorial Museum 2228 国家纪念馆 来拍照会也可以 可以 可以 有机会 你去我们两位 好 我们要从哪一个方向 没东西都可以 好 然后在大楼上 嗯 看这种中华 对 对 对 2228的时间 对对 好好好 然后在 在二楼上 那我想了解一下 那我想了解一下 有没有人讲解一下 没有啊 因为到一边开闪 哦 对 对 那边比较早 那边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 哦 从陈水扁那时候当市长的时候 他就放了一个二吧 那这是中央的 那这边是 对就是内政部的 哦 这个内政部那也是政府啊 中央 中央政府不是台北市 那边是市政府 哦 这个是中央政府的 那边是市政府的 哦 内容是一样的哦 内容差不多 而且不是这边哦 他因为那边大概都 常态展 都 228的常态展 他都已经固定了 哦 那这边是有一些 但是就是说 他会用不同的 譬如说 有很多的东西 他会再加进来 譬如说 这一次二楼 他有一个这个 没有围墙的 就是唯伍 唯伍儿人的那个 特展 他会比较着重这个特展 哦 就是这一次三楼 就是这一次三楼 就转造三天一号 就有英海光 一百诞生百年纪念特展 被遮蔽的烛光 他会有比较着重一些特展 英海光是台大教授那位 对对对对对 就懂了 就是与228 有关系的其他的内容 哦 我懂了 对对对对 在这段时间 发生的一些 有时候他会跟人的 讲 讲真人的故事 来献身说 哦 哦 好 好 因为那一块就是 那一块 好 谢谢 谢谢 OK 对于228的历史 我想呢 也就不要 要我们专门讲了吧 呃 希望了解228的 这个朋友啊 呃 可以去查一些史料 呃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不是重点来介绍 228是怎么发生的 而是呢 就是来这个 拜访一下 啊 让大家知道 这个台湾的中央政府 以及台北的政府 都有228纪念馆 呃 至于这个228这个事件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我觉得 还是大家 自己去看看史料啊 在17年前 我到这个台北的时候啊 穿光过陈水扁 呃 建立的那个市政府的 228纪念馆 据我的了解呢 就是国民政府 接管台湾以后 啊 就是 给香烟啊 什么 加了很重的税 那么就有一位 妇女 在卖私烟 说卖私烟 就是没有交税的啊 就是 自己做的烟在卖 结果呢 就遭到了这个 应该是叫城管吧 总之是军队的 城管之内的管制 啊 然后呢 就 打起来了 呃 当地人是讲这个台语嘛 对吧 那么 兵哥们是讲这个 你们叫国语吧 我们叫普通话啊 也许有这个语言方面的障碍 所以呢 就是说 造成了惨案 打死了人 啊 由于这样的话呢 就是 呃 台湾的人民啊 老百姓啊 这个就不干了 然后呢 就跟这个军队 就打起来了 当时的蒋公呢 是忙于 与中共打仗啊 呵 所以好像派了一个特使 应该是叫陈城吧 啊 到台湾 然后呢 就对台湾人民 进行了这个大屠杀啊 杀 所以这件事情呢 就造成了这个台湾人民 跟国民政府 也就是 我们所讲的这个 外省人之间的这个 呃 这么多年的 这个仇恨和隔阂啊 啊 啊 这个叫没有墙 围墙的监狱呢 讲的是维吾尔族的今天啊 呃 呃 这是讲中共的吧 呃 呃 不是 今天是讲文字 现在发生的事情嘛 是 哦 是 就是中共 呃 中国政府 这个 呃 镇压维吾尔人的 啊 那就是对了吧 我知道了啊 那么这个呢 呃 呃 应该说是从 侵犯人权上说是有关系 啊 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 两件事情 呃 在这里呢 展出了这个呃 中国政府 对这个维吾尔人的 呃 也就是现在 比较 呃 呃 说的新疆再教育营啊 就是说 按照中国的 政府的说法是 呃 给他们 呃 进行职业培训啊 给他们 给他们这个 这个 继续 呃 怎么说 呃 再工作吧 呃 的机会啊 呃 让他们这个 呃 就是说 我是做YouTuber的 哦 但是因为我也不是做导乱 哦 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 OK OK 啊 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方面 和这个外面的传媒呢 呃 讲的不属于同一个故事啊 所以呢 这个真实的情况 呃 只好大家自己去 啊 这个调查研究啊 我们只是作为一个 呃 自媒体啊 顺便路过 顺便 完完全全就是顺便 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 是真是假也 对于我本人毫无关系 哦 这个也是 哦 这个是228 哦 这个是228 那是可以 看一下 有多少分钟 这个这个有多少分钟 那我们看一下 哦 OK OK 参与开会的许多社会领导精英 也开始被列为倾向准处的对象 最后莫名的失踪 否则到参杀 那我们就去三楼看看啊 基本上 基本上说呢 就是这个228的这个事件以后啊 啊 这个国民党的军队 从大陆开过来 镇压人民以后呢 就进这个机会呢 就对台湾本土的一些精英啊 进行了这个 这个 镇压啊 呃 很多都是与228事件 其实是没关的 他就用这个机会呢 就镇压一批本土的精英啊 但是这个事情呢 最后呢 国民政府啊 还是做出了检讨 做出了反省 而且呢 呃 而且呢 马英九总统啊 前总统 当这个镇的时候 每年都会到这个 纪念馆 去 呃 鞠躬啊 表示 他的那个意思吧 并不是完全的 跟228的关系 OK 就是但是这个展览呢 与228也没有说是完全 它是利用这个地方 利用这个地方啊 它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但是有名的教授啊 对啊 他反对国民党 主持一些年轻人啊 所以呢 为这个 应该说是台湾的 民主事业 可不可以说是 台湾的 对 就是说 有 一个重大贡献的人物啊 在这里做一个特别的 呃 这个 展览 嗯 应该就是这位先生吧 我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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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虽然今天啊 这些不是我们要访问的重点啊 那么既然有这个机会的话 我们也向大家展示一下啊 现在台湾啊 啊 这个 啊 发生了一些事情吧 那么这个人 他的特别之处呢 还在于 他并不是台湾的本土人啊 他是 但是 呃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是跟着这个国民政府啊 啊 从大陆 这个 转移过来的吧 那么他 既然是 这个 中国大陆的 也是属于国民党的 这个系统的 他能够带领台湾的人民啊 啊 好多台湾的人民 反对国民党的话 哎 那也就是说 在当时来说 应该是 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嘛 所以现在呢 台湾人民是 在纪念他啊 应该是这样说了吧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位先生是 1919年 出生于 湖北省黄港 啊 这一位啊 是为台湾人民 做出贡献的 外省人吧 应该说是 呃 连他的家 都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啊 经常会有 台湾的人民啊 跑去看看他 这个 据说是马银九啊 已经道歉过 但是呢 这个 应该不是马银九吧 反正是 听说是马银九 后来啊 每年都要去 这个 道歉 就是说这个照片里面啊 鞠躬的这个人是什么人啊 陈水扁 哦 这是陈水扁啊 哦 陈水扁 代表 这个 中华民国吗 对啊 鞠躬 哦 陈水扁 但是后来 听说是 马银九当政的时候 他也去鞠躬了 是不是啊 对 因为他最先去鞠躬 这是陈水扁 陈水扁 然后就是 然后就是 就是因为那时候他是总统 哦 他代表 他代表中华民国 对 像这个 受难家属 受难者 鞠躬 后来呢 这个 马银九也去鞠躬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为什么蔡英文不鞠躬呢 诶 有吗 蔡英文也有 有 有 都有 哦 都有都有 那就是说都代表中华民国 对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向受难者鞠躬 OK 啊好 懂了懂了 都有都有 哦 他们选出来都是中华民国 OK 总统 好好好 谢谢啊 那个谁也有啊 李登辉也有 李登辉也有 OK 好好 谢谢 那就是说 从李登辉总统开始 提出国陪 OK 就是说 在228有证据是受到迫害的人 可以索取国家的赔偿 对对对 就是您说说 你家里有一个什么人 我有一个人 他们不赔了多少 七百多万 七百多万台币 对 那我是以台币之数 哦 好好 谢谢您啊 那只是说 一个稍微的补偿 是 当然了 其实人都已经走了 但是这是给人一个 一个说法 对对对 一个安慰 对对对对 就是说 代表中華民國總統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他承認了這件事情的存在 而且是政府做錯了 所以他代表中華民國總統 能夠承認錯誤本身就是一個進步 但是因為歷史就已經過去了 但是就是不要再發生 現在這個二十八紀念館的目的 不是要挑起族存之間的仇恨 而是要記住這個歷史 不要讓它再次發生這個歷史 沒錯 應該要融合 因為台灣畢竟這麼小 而且說實在台灣人是很善良的 應該不會 比較沒有去計較這麼多 如果你看那個 就是要明白這些極端分子不可以 不要這樣子 就是過去我們要記住 但是不要去拿它再拿出來去挑事情 對不對 當然這是一個很悲劇 如果再度發生會更可怕 因為現在的武器啊什麼都很發達 那如果是真的 以前是真的是手無寸鐵 而且都是讀書人 像我堂伙是台大畢業的 他們都是知識分子 這是一個比較 就是當時氛圍是這樣 那我們不是在那個年代 但是那時候的年代 他們像我父親輩的 祖父輩他們受傷很重 因為這種很那個瀰漫 就是我們台灣為什麼會一直說 去念醫科不要念政治 不要念法律 因為會參與政治 政治這一條是非常 你是本省人 我是本省人 我是台灣人 當時連續四五十年 曾經被受罷的官員 都不敢再談政治 甚至二二八都不敢 因為我自己的很多表哥標識 都是經過的 都曾經被抓過的 都不敢談 因為這個是 末堂國事 我是正常講國事 就是你不能觸犯這樣 就像現在的香港 甚至提起都不可以 要不然會被抓 會被抓 就會很怕 因為瀰漫在一個 一個被害的 被害的 一直到你更會是 對 被害的那個恐懼當中 像我們只能念 女生念老師 像我一些姑姑都念 念史專的 當老師 對 然後我們像 我爸爸不是念的 我爸是台中一種的 但是 他給我們的觀念就是 我弟弟 他是小孩四個 全部三個都醫生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遠離政治 不能去搞 一定要 就是你做 做醫生 只會被尊敬的 然後至少可以救人 不要去搞那個 那個是會被殺的 你們是台中的 下面的對話就已經太private 就太隱私了 我們不能再錄製下去了 讓他們談吧 真的 我是大陸出生 然後到挪威 挪威國際在日本住了23年 現在住在美國 這一次到台灣來看外婆 看我外婆的就是 你真的是 跑遍的 跑到了外婆家裡來了 這個意思 你在哪裡出生 我在湖南長沙 我在湖南長沙 就是毛澤東那個地方 那你什麼時候去婆威 很早了 40年之前 40年 那你就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就出去了 對對對 好有眼見 那個時候就走了 那時候你們可以出去 那時候 那個就是改革開放第一批留學 就是鄧小平那個巴黎年改革開放 我們是第一批大學畢業 我們就出去了 基本上還在學校裡 就被那些 被那些 美帝國主義 被這些反動派 就看中了 就把我們變成是 因為你太優秀了 沒有沒有 我們是被看中是第三代 第四代可以利用和和平演變的人 所以這個敵對勢力 就把我們帶到美國去 讓我們去改變中國這個社會主義的顏色 有效嗎 有效啊 你看我們現在就變得很反動了 是不是 對吧 我們就 跟我國我黨就有一些距離了嘛 對不對 因為共產黨是我黨嘛 中國 中華人民國是我的 是我的祖國嘛 對吧 那麼我們應該熱愛他嘛 那我就現在不那麼熱愛了 那我就開始要找外婆了 對吧 那就是有效果了嘛 那你現在是美國公民嗎 我不是公民 我是在美國常住 因為我的太太是美國人 這樣子 那你也是美國公民 不是公民 不是公民 羅威公民 羅威公民 對對對 那小孩呢 小孩在日本 對對對 比較複雜 你們是聯合國 對聯合國 對對對 我們是把紅旗插遍全世界 那好 我們要解放全世界 這個最後總是解放我們自己 可是現在中國共產黨 好像還沒那麼那個 好像最近又走為去 我們要先解放我們自己 共產黨先解放自己 再去解放全世界 我是請問一下 你們對那個習近平 看法 我們對習近平啊 非常的 我們非常的忠於 熱愛習近平主席 因為我們不敢不忠於 為什麼 你們不是不准談政治嗎 我們現在可以 那我們現在不可以啊 對啊 是啊 您深深有感受啊 陳先生 幽默在跟你談話 我知道 所以有些是真真假假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可以說 但是 中國大陸都不能說的 對啊 那一定要無限忠於習主席 習主席 萬歲萬萬歲 他現在改成 他現在不必選嗎 不是嗎 他永遠是 是 他如果有那個壽命的話 可以萬歲無疆的話 有啦 有啦 他還年輕呢 好難說的啦 他太年輕了 他就是多歲而已 這個人 那個身體那麼一搞 在那種情況下 我說他能搞多久啊 一個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啦 他六十幾而已 對吧 他比我大一歲了六十 六 我六十五 你是三十的嘛 我是這個數碼的 數碼的 那你大我一耶 哦 四十嗎 是啊 我數養的啊 大多少 大一啊 大一歲 那你看出去小喔 你是五四的 五四年啊 我五五啊 那你看出去太年輕了 哪有 快快六五了 快快追上你 哦 跟你差不多 再順便提到 國民黨 開始做平均地拳 三七五檢 結果把這大地主的農地 全部沒收 哦 打土地 對對對 而且換成一些 不太有價值的東西 跟共產黨一樣 我們叫做 打土豪分田地 什麼 打土豪分田地 哦 對對對 不過有一點是當時 沒有把他們拉來殺掉 他只是把他沒收 沒有沒有啊 我們更革命 你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能那麼溫良公儉 不能那麼溫良公儉 讓革命是暴動 是一個階級 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 偉大領袖毛主席 叫做我們說 一個炒蛋推翻一個炒蛋 對對 所以拿去殺了 還不夠 就是要殺嘛 但是很餓嘛 沒東西吃嘛 我現在就做點YouTube 你知道YouTube嗎 有啊 我就在做YouTube 給視頻給全世界的華人看 所以我今天來辦訪這裡呢 我也要做一個YouTube的視頻 告訴大家 我來過了 但是呢 那我要怎麼去看你的 我也會給我的頻道給你 但是我採訪的原則是呢 反正是我見到的人 都不露臉 哦 這樣最好 對吧 大家都有隱私嘛 對 聲音可以講一講 但是呢 這個臉是不會露出來的 那最好 我給一個卡片給你 好啊 你上YouTube就可以了 OK OK 我去找你 就在這裡 OK OK 謝謝你啊 非常非常非常高興 非常高興 見到這位妹妹 謝謝 真的 剛好也 是 有個親戚 OK 真的是 在和美 兩岸一家親 兩岸一家親 那麼這個228紀念館的防衛呢 我給大家再介紹一下 就在這個行政院 農業行政院的對面 就是228紀念館 大家不會走錯的 一定會找到的